其實就是比如說A到J好了 那假設 這邊我是手動先新增一個第一劑啦 如果你沒有手動新增的話 請各位參考那個如何新增 一個什麼的一個 工作表 的那個程式碼也OK 我們先預設先新增一個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我把剛剛的程式碼 比如說我剛剛的這個程式碼 把這個 工作表整合 有沒有 直接拿來用可不可以的基本上好像也可以 而且只要改個兩三個地方 就OK了 所以第一個先複製 第二個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們這個模組這個裡面沒有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要改哪些地方呢 這個要清除資料我想沒問題 然後A1這個也沒問題 不過1月可能會有問題因為這裡面沒有1月這A嘛 那看你要把它改成A 或者乾脆直接改成1算了 1的話就是第一個嘛 反正以後你第一個叫什麼我都不管 我就是選第一個就對了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這邊也改成1好了 OK 其他的話應該都差不多啦 就不用動了 這樣就改完了 那改完之後的話 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工作表整合 然後 指定聚集一下 工作表整合 就這個裡面的工作表 OK那應該這樣OK了 按一個工作表整合 按下去 好了 結束了 全部跑完了 沒有沒有改什麼嘛 你看 所以你套用在別的地方也OK啊 只是說剛好同學問到說 老師可是我不要 每一個 就是本來只有空一個我不要中間給我一個空白 列 這樣感覺 不是很好 那如果說你要 你只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本來為什麼會 多一個那個 空白列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本來應該放在這裡的 結果怎麼樣把它向下一列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地方假如說 你要讓他可以 不要 每一個都向下一列 主要是在這裡 那就是說這個地方你可以判斷 判斷